各位一类乡亲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些国语新闻 旬一开始就来请听地方的新声 南方澳渔港区域的污水处理工程 把污水集中在第三渔港码头的底下 而先议员就担忧 码头因为台风而淹水 底下的污水是否会倒出溢流 酿成污染 对此县府表示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县政府向环保署申请9000多万 投入南方澳渔港区域的污水处理工程 以改善南方澳污水排入海洋 造成污染的情形 计划将污水收集之后 集中在第三渔港码头 设在地底下的污水处理设施 而经过进化后再排入海中 不过先远城镇南 担忧若台风豪雨 码头淹水 地下的污水是否会到处一流 酿成污染 对此县府公务处相关人员表示 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请地方放心 这有大楼 大楼的时候 应该都会起来 应该都会起来 风台湿也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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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侵蚀到突出污水 最大的污水 这些机械的四个 机械的四个 里面已经煮的时候 里面已经煮的时候 这些污水迫不煮的时候 所有的都排地 这些 南无二十的港来 南无二十的港来是不是 并炒水了 并炒水了 被放在室内之后 整个室内的玻璃 不管玻璃或是铁梅 有做一个很好的安全防护 所以未来它在正常情况之下 不会有坏掉的情况 除非是人为去操作失误 原则上 设备本身的一个安全性 还有它的那个妥视性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议员所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海岸 海岸这样打上来之后 原则上 我们这边的那个房屋 因为整个全地下化 所以也不受 我们的那个主要处理设备 也不会受到海浪的影响 因为我们整个全部的设备 都已经地下好吃 但是剩下人要进去操作 那个空间是有一个机房而已 南方澳渝港区域的污水处理工程 机房工程预计6月完工 而管线只是预计在10月完成 预计在今年底完工启用 宜蘭新闻记者是世民 采访报导